Hello大家好我是RT 仲华一番小当家的动画绝对是陪伴无数七八年级生的美好回忆 那个复国录音更是大火记忆里唯一的录音公司 其他动漫卡通根本没人知道是哪家录音的 就小当家一定知道是传说中的复国录音 那这部改编这漫画的经典动画 其实跟漫画有相当大的出路 不得不说以前的漫画改编 虽然都改动的非常之大 却常常出现超越原作的改编 例如也很出名的一级弹评 在漫画里根本没有火焰球这样整个包着火焰的魔球 还有最经典的旧版猎人也是 完完全全弥补了节奏快速的漫画没有补足的人物刻画 而这么小当家也不例外改很大之余 又完全不脱离原本的剧情套路 反而让整部作品更加的圆融 而这部小当家其实在对岸也相当的红 红豆2005年还出了部真能版电视剧 中华小当家又名神龙第一刀 是不是相当的霸气呢 而且还是由咱们项鱼缕不禁于 天之帝王 Kamenai da Sai ga 和润东所主演的 好不好看就不用我多说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漫画的小当家到底跟动画差在哪里吧 但是说到改动不得不提的就是主角的名字们 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不知道 就像我小时候看的时候一样 原来主角他爹的不叫小当家 相信很多人在看到特级厨师测验片时 那张大辣辣的布条写着卯时就有满脸的问号 飞跟汗大家都知道是谁 到底谁是那个卯 是的 我们的小当家就叫刘卯星 而这一切改名的原因全都是因为当时的赞助厂商 统一企业 将大部分主角的名字都改成了自家公司的产品 于是刘卯星就成了脆面小当家 周梅丽就成了嘟嘟好小香肠 让人每次看了都想嘟好嘟满 咳咳 为说这个周梅丽 在港益版里甚至被翻成了赵梅丽 也是令人满脸问号 不过我想他们应该是想惯他爸爸的姓 才会把他变成赵梅丽 是的 他爹吉地水饺大师傅 在港益被翻成赵友 在台湾甚至被翻成了丁友 完全不顾他女儿叫周梅丽的逻辑 也是堪称一绝 那吉地的日文名叫丘丽 日本汉字的代表就是那个周鱼无物 也刚好对应周梅丽的一名 说不知漫画里也早就有出现过真正的名字 翻译的人其实都没在看 不过最好笑的还是小当家的姐姐卡琳 钢版叫老嘎琳 台版跟日文汉字一样都是刘柯琳 动画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精灵 真的是精灵打家 动画版最没逻辑的命名 非他莫属 而那个最没用的士郎就几乎统一为士郎 只有港版翻成智郎 穿梭中的钢棍谢鲁 台曼叫他乃哥 哦不我是说谢鲁 也算是有对道音译 动画版的谢师傅也是在理解范围之内 就是港版的子龙 非常有港版当时霸气的氛围在里面 那那个七星到雷翁 很幸运的没有变成产品 不过港版则是翻成了立安 而罗悟大师就被变成了鸡精十全大师 早期的台曼则把它翻成裸铁 绝对是早期台曼翻译最会犯的错误 又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那个传说中的唐山杰 则是凄惨的变成RQ捅面 绝对都是他的那头卷毛惹的货 然后怎么帅的一塌糊涂的理题度 大家一定都不知道他的本名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叫做李红月 可以说是日本漫画界对中国人命名利 最有中国感的名字之一啦 而那个蓝飞红就没有太大的变动 因为名字太常在日文漫画里也都被简称为飞 不得不说统一这次的赞助真的是赚到分过去 让所有看过小当家的台湾人 没有一个不以产品名称称呼他们 就算到了重播二十年的现在 台湾人还是会以产品名称称呼他们 还是复国入英的最对位 这个赞助的洗脑度肯定可以列入金饰世界纪录 而剧情方面的差异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 第一站的黄金炒饭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 跟绍安的对决只有麻婆豆腐 而且还是漫画最开场一切的开端 从此种下小当家跟大魔王绍安的念缘 之后羊犬酒家的部分就几乎一模模一样样 不过他一开始其实叫做南仙酒家 是大火小时候最爱的青椒炒肉师 阿Q事件之后 南仙酒家来了一位法国大厨 巴结乳 各种在市场里闲东闲西 惹得小当家当面跟他呛吓叫他来 南仙夹奔啊 说不知一来还真的给他夹奔 而且这个巴结乳真的是个鸡巴人 非常难巴结 吃了一口就直接把炒饭拿去给狗吃 甚至还各种耻笑侮辱中国菜 这要是放到现在连载肯定又要卤了吧 而那碗被咸到流浓的炒饭 就是咱们吉利炒的 因此咱们吉利其实也没有很厉害 于是毕拉夫炒饭跟小当家炒饭的对决正式开始 而咱们小当家端出来的就是传说中的 蛋炒饭所辣炒虾仁会之 我想动画开场的黄金炒饭桥段 大概就是从这搬过去的 就这样一堆在广州的歪国人 全都被小当家收服 只有那个吉巴鲁输不起 一把火就把南鲜酒家给烧了 没错真的是一把火就烧了 不过最搞笑的还是小当家在此时 灵机一动 完了失火了 要救火吗 不 我要来做一道 叫画纸机 是的 咱们先知小当家早就料到这火救不了 干脆给救完火白忙的各位之后填饱肚子比较实在 殊不知吉巴鲁的奸计这还没完 他还诬告小当家为放火的嫌犯 直接就被带到了广东木药粉联合会 而咱们广东木药粉联合会办案的形式比较至少 是咱们不看能证也不看物证 我们只看你东西好不好吃来决定你有没有追 是的 咱们小当家得在三天之内满足会长的孙女 不只是心灵上的连肉体上的也要满足 当然我指的是威 结果小当家居然做出了一碗粥 直接就把阿公吓到差点中风去吃 于是就在孙女说了 你最好不要太小看我 之后 随即便高潮升天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条段会被动画组拔掉的原因 后来李剃毒总算出现做事 将那个吉巴鲁神之以法还小当家一个公斗 隔天小当家随即就端出了凤凰水晶给众人吃 还说臭蓝小姐帮了他大忙呢 真的是非常的臭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这里的桥段在动画版里 都被搬到最后给皇帝吃的满汉全席之冲 于是就这么来到了饺子兄弟的桥段 此时的杨犬酒家还只是动破厨房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不同了 不过传说中的东坡肉在漫画里其实是罗雾大师做的 不愧是传说中的大师 就这样直接来到特级厨师彻业 在国士无双面的时候 小当家完全没有忘记带炎炎 更没有什么第五位东坡肉炮灰王虎的存在 而且漫画版的魔女其实画的相当不魔女 还有点汉令 就这样一路到小当家当上特级厨师之后 一路上的料理修行其实只有四郎陪伴 完全没有嘟嘟一点屁事 动画这里的改编其实蛮好的 直接帮中华一番加入漫画没有的爱情线 以及四郎各种左戳戳右揉揉的画面 漫画里甚至还有一位黑虎变大哥 就是当时一位用跑的超级快递 因为七八四郎乱画黑虎变大哥的地图差点被害死的情况下 再度被小当家用料理给救了回来 而知道核桃酱会鸭肉就是动画组看不到的内容了 黑虎变大哥吃了之后瞬间考试不止都考一百分连一百公尺都只跑一秒而已 不过最棒的还是核桃营养的解说了 那是旧时代漫画都会有的浪漫啊 后来漫画版的炎力除了胸前的篮球没变以外 脸是发福的跟大神没两样 炎力更是完全没有从中捣乱 非常安分手挤的在一旁看小当家秀 后来银河面的桥段 那个喜欢雷亚的男人他其实不是个厨师 而是通过客举最终考试电视的神人 当然也没有那个传说中的凤凰冰雕 甚至还有动画版没有的入狱画面 这么四郎不愧是拥有日本人血统的男人 超级老司机 再来的巫谷鸡篇 羊圈九家的招牌才在漫画之中首次出现 动画在这里见到了极地更没有传说中的特级厨师徽章 而是穿着他那套永远的一千零一件套装 接下来就是咱们的钢棍乃哥的表演时间 这里最大的不同只有咱们罗雾大师 拿来切宇宙大烧麦的那把刀 用的不是什么牛魔刀 而是一把小小的菜刀 厉害吧 完全就是用剑气在切的 后来的龙虾三争霸道神前刀工对决 基本上几乎是一模模一样样没什么改动 一直到去找传说中的厨具时才开始有了点变化 第一战的鱼刺片被动画组给省略了 因此这个翁生玉在漫画里其实出现了三次 动画组就只有魔圣同气那一次 而且漫画里假冒特辑厨师的也不是侍郎 而是这位翁生玉 三两下就被小当家的龙卷鱼刺香肠给打趴在地上 而气锅针六法的桥段则是在这之后 一行人在船上快被咳死的时候 小当家用他煮了一大锅火锅给众人吃 这才让众人顺利活到岸上 在动画里就被拿去制作完全原创的爱情线了 漫画也是经过这两战之后才来到传说中的上海 动画版则是第一战就来到上海 此次的阿Q更做了鱼刺香肠给众人表示实力 这道菜其实是在前面鱼刺篇的时候小当家做的 在漫画里阿Q是见面三秒就做了青椒炒肉丝给众人果夫 也不用什么实力测试就直接去决斗 而且第一战的锦毛虎洛可 根本就没用那个煎炸的软蛋粉碎器 不过罗汉虎爪拔他还是会用的 就是爪子用的是纸套来着 而罗切被杀的桥段就更不一样了 动画是向恩用奶祭 哦不 我是说用至白祭逼供才找到另一组七星套 漫画则是向恩救了锤死的罗歇 他为了报恩才帮他做了一组七星套 然后又被杀了 而且漫画的向恩画的还是比较丰满讨喜一点 其他部分就没有太大的差异 尤其是在向恩多亏你的部分 而后来来营救他们的船长 就是漫画气锅片的那位 再来众人总算找到传说中的转龙湖 漫画版一开始就是觉醒版的 不用经过小当家的爱抚才觉醒 后来的黄山大道片也就一模一样 就是少了嘟嘟的摄有之数 一直到会心炒饭的时候 传说中最厉害的诈骗集团 翁生玉第二次出场 拿着那个魔圣同气各种招摇状片 那个鲍鱼刃这一天呢 都会跟小当家一样无法自拔 而这边负责发动头时机的不是雷恩跟乃哥 而是四郎跟一个老阿贝负责 雷恩跟乃哥的任务一如既往的 就是去抢钱搞破坏 动画也是从这一集开始 后面全部都是原创剧情 一步步的为动画结局做铺陈 没有找到全部的厨具 没有干掉黑暗料理界 就在那紫禁城的皇帝眼皮底下结束 那操厅的部分其实漫画也有 但是那是为了选出新的宫廷龙厨师 才举办的 而且开放给全天下的民众参加 基本上就是比特级厨师还要高阶的考试 更不用赶时间做料理 皇帝爽哪边好吃就哪边赢 纵观下来动画版改编的有好处也有坏处 漫画版也有许多内容相当的经典 不过要将精华都塞到52集的动画里 终究还是要有些取舍的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我是阿T 练财同气也给我来一打 我们下次见 拜拜